如何解呢 首先的话呢 第一个 一样 这个资料因为已经正规化了 里面没有我们不需要的啦 比如说像合并储存格的问题没有 然后上面第一列也有栏位名称 那每一栏每一栏都按照规则 就直接就放了 因为不用修改 OK 那这个资料的话是台北市政府开放平台上面的一个CSV档 我是只是把它下载下来的CSV 所以现在很多人家跟你开放资料都是给你CSV 那CSV的背后其实它就是一个那个纯温制的档案 它就是一个那个纯温制的档案 然后等于是说每一行每一行中间的栏位中间加斗点而已 OK 实际上开启也会是用以色来开启的 那以这一题来看呢我们就是直接什么 插入这个所谓的数据分析表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希望什么 统计什么统计哪一个市场 所以第一个哪一个市场我就把市场放在列标签 那统计什么呢 统计哪一个市场的平均价格是最低的 平均价格 诶 那我怎么平均价格呢 因为你会发现呢 你把这个资料拖拉过来之后的话 市场其实在前面的资料你会发现哦 它会有一堆像市冬的没有 它就市冬每一天每一天都有 那你会发现它拖拉过来第一件事情就帮你移植重复了 也就是留下只有一个市冬 其他的话都帮你 那这个如果在资料库概念就是群组了 就是group 它secret语法叫group by 就是group by 这个栏位的名称 它就帮你group在一起 实际上我说说数据分析表背后 其实我觉得跟资料库的原理原则基本上是一样的 只是它比较视觉化 而且我觉得也还蛮好用的说真的 所以我说你会用这个东西啊 你就不会没事还要跑去用那么难用的资料库工具 或者下语法 对不对 这个弄不弄 如果实在是没办法要写程式 硬直投币也还在把程式写 当然没有必要你用这个方法是最好的 那下来的话呢 像刚好同学提到那个自动的话 它重复除了很多次 可能还是需要把那个VBA 聚齐VBA要学好 因为他问很多问题 得到最后结果 你也只能用聚齐或VBA了 因为没有更好的办法 OK 所以啊 如果你们要加快速度 这个必然的 你没有别的选项 那另外呢 当然你想说老师那我可不可以学别的语言 不一定要VBA 是可以啦 可是问题你的电脑 你现在工作环境能用吗 好像也没办法用 对不对 你要装东西 你可能要上千层吧 对不对 要上个老板 或者可能要很多层的允许 那最后得到的结果 还是用VBA是最简便的 好 那再来的话 就是第一个 我们把市场放下来 它会群组 其实应该是group 然后呢 再来的话就是统计它的平均价格 所以呢 把那个平均价格的这个栏位 把它拖拉过来 放到值的部分 如果我刚刚讲过 如果它里面是数字的话 它预设是加总 所以你会发现 哇 这个数字好大 因为它会把所有市东里面的金额 全部都上了 加总在一起 那但是我其实不是要加总的价格 而是我要的是平均价格 那你可以什么 点选 一样是词栏位设定 把加总改为平均值就好了 OK 如果我要平均 市东的所有平均价格 告诉我一下 按确定 那如果有小数点的话 请你把这个小数点选起来 这几个呢 利用常用里面的移除小数点的 把这个减少小数点 把它拿掉了 取得整数好了 我们用整数就OK了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就已经知道说 所有市场的平均价格是这样 但是问题是 它是所有那个什么呢 这个品名 比如可能它什么 它卖很多菜嘛 什么青葱 胡萝卜 什么小白菜等等的一堆 但是如果今天只希望 统计的是轻葱好了 假设我今天要买轻葱 那我想要有一个指标 去哪边买 那接下来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把品名拖拉到蓝标签 那你会发现蓝标签之后 你会发现哇好多好多 因为你把它拖拉过来 它就会把所有的产品都帮你列在横向的蓝标签上面 那如果我只需要轻葱的话 这个时候你就必须学会一招 就是所谓的筛选 特别说哪边可以筛选 你把这个品名拖拉到蓝标签之后 如果只需要留下轻葱的话 那请你在蓝标签的右边这边有个箭头 这个筛选应该各位有蛮熟悉的吧 就是在你是有这个功能 那我如果把全选打勾取消 只留下轻葱好了 比如说我这边的话 我就把这个点一下 然后留下全选打勾取消 留下这个轻葱的部分 因为它卖这么多青菜 那其中我想知道的只有轻葱 按确定就可以了 好 那这来你会发现 哇就已经有一个结果出来 大概就有了 OK 只是说有些东西好像 还不OK 那最后的话我希望什么 帮我按照轻葱的价格 由最便宜的排序到最贵的 那所以再来你可能 除了说筛选的功能之外 这筛选还蛮好用的 以后你可以针对哪一个 商品很多的 那我只要针对某一个商品 做统计分析的话 筛选一下 那排序的话呢 记得要把油标放在哪里 你不要放错位置 你不要放在上面这两个 你要记得放在 这一个有资料的其中一个 习惯上是放在B5的储存格 OK 然后按一下资料里面的A到Z就可以了 A到Z就是由小到大 又是由便宜到贵的 马上就排出了 你会发现 环南市场是最便宜的 那33块 一公斤 那最贵的话呢 就是在四东 四东应该是在天母那边 一公斤 208块 哇 足足快要有六到七倍的价差 OK 那最后的话还有一个 如果说我需要再做什么 你想说 是不是这旁边有个总计啊 这总计有点 就是有点干扰 不太需要这个 怎么办呢 按右键 其实你可以在总计上按右键 那你可以看到有个叫什么 移除总计嘛 如果不要的话 把它移除掉 总计就不见了 那底下这个总计如果也不要的话 没关系按右键 那一个什么 移除总计就不见了 就移掉了 OK 所以这边的话呢 就可以把不要的东西呢 再去除掉 另外的话呢 A3这个储存格里面的这个 这个 虚拟分析表的名称 你也可以做变更 你直接A3点两下 这上面名称 看你要把它 比如说那个 轻充的平均价格 由低到高之后 你跟名称也可以变更 这个我想就自己再把它 设定一下 好 试试看 那 最后的话呢 我们还希望说 诶 我希望增加什么 增加一个选项 什么选项呢 就是呢 呃 当我呢 只留下19 0 19 2019年的1月1号 的资料 因为它这个 里面的话 有很多 呃 这个时间的资料 但是如果我今天 我只想要留下什么 这个 时间 那你想说 还有什么地方 还可以做分析呢 其实可以哦 你会发现 还有一个地方是空下来的 哪里呢 报表筛选 有没有 这一块 那这一块的话呢 你就可以拿来做分页 就是说 你比如说 细部还要在分析哪一个时间点的资料的话 那你可以把日期怎么样 拖拉到报表筛选这个地方 那预设是全部 你也一样可以做什么 有点像筛选功能 我只要2019年的1月1号 然后按确定就好了 那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呢 就会只留下2019年的1月1号的资料了 当然它还可以多选 这边还可以选举多个 比如说你哪个日期哪个日期 你可以多选 那如果你只要单一天的话 那就是这样选就OK了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功能已经非常完整了 够用了 当然 这个版本 2007的话 没有是所谓的交叉分析器 2010以后才有 但其实我觉得 那个功能真的只是紧张天花 没有没关系 我用这个报表筛选 其实就可以取代那个功能了 因为那个功能 我觉得只是好像好看 但好用嘛 我觉得好像不好 不是很好用 没用它也没关系 用这个就OK了 可以做多个项目的筛选 有没有 你可以选举多个 你也可以打勾嘛 比如说两天 这两天的 有没有 它也可以多 多个两天的 平均价格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请各位试试看 那最后的话 一样 我们再把这个资料 做出这个图部分 所以选项里面呢 一样做搜索分析图 搜索分析图 然后呢 如果我想要了解 一个价格高低 最简单就是直条图 按确定之后 你会发现直条图又产生了 但这个图可能比较宽 也许你可以再把这个图 怎么样 把它按右键 移动到一个新的工作表 所以按右键的话 你这边可以移动图表 比如说我想要把它移动到一个新的工作表 你按右键 就可以把它移到一个新的工作表 比如这个CHAT1好了 按确定 CHAT1 那你这边的话呢 就可以有一个新的 这个轻充的价格的分析 由高到低 马上就一个目标了 甚至的话 你可以在这个 上面还可以做一些设定 比如说上面如果希望有一个图示 上面这个标签 这个字的大小 背景调一下 你可以再从什么 从这个 这个图上面的所谓的版面配置 我说2007的版本 你还可以再去做这相关的设定 包含图表标签 图例 当然这个图例就是这个 这个是标题部分 这个是图例部分 然后做标准 上面还需不需要标题 如果要的话 那你可以再增加 其他的话是什么 希望让这个图 这个图外面 再帮我显示那个顺势的话 因为有时候高低 有时候看不准 干脆直接上面 就可以让我显示出那个 所有的资料标签 那会 就会显示什么 在终点外侧 这个可以把它加上去 那其他的话 还有相关的功能 也可以再试着把它玩玩看 我们 就是 这个 这个範例大概就是 主要 拿这个 筛选哪个青春最平 就是把它做成图表出来 所以 顺便练习一下 有关这个图的应用 请各位试试看 这个部分 大概就先到这里 再来的话 下一道题就越来越难了 下一道题 就可能会用到VBA 因为它复杂度比较高 所以等会 如果这一题做完的话 请各位再帮我开启下一道题 就是 台北市的这个什么 住宅切道点 瑞资讯 这个 它是CSV 这个打开 记得论存新档的时候 记得你要再把它存成 那个什么 Excel档 不然的话 它这个资料 这个 直接存档的话 可能有些东西就不介 CSV里面 没办法存 存报表 跟图的部分 所以 最后记得论存新档 再把它存成Excel 就不会有问题 试一下